捷运通车以来状况不断现在还传出了 在这个月25号台北的一场午后雷震雨之后呢 结果居然呢就有民众投诉说 捷运的车厢冷气孔开始漏水 等于外面下大雨里面像下小雨一样 台北市政府出面解释 当时的瞬间大雨造成了积水 车厢有部分螺丝没有拴紧 才会漏水但并不会影响到行车安全 乘客拍下照片 时间是7月25号 当时外头正在下大雨哗啦啦 捷运车厢内竟然也在滴小雨湿答答 冷气孔边缘冒出水滴 还滴在乘客身上 我觉得很夸张 对 我今天来做有点害怕 可是他又除了其他的交通工具 就还是只能做 这种应该一次就要改善 不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 北市府做出解释 当天是因为排水系统出问题 但是维修之后状况已经排除 我们发现有两列车 它的是排水管是有松脱的现象 那这排水管我们经过把它锁紧了之后 就没有状况发生 另外有一部分车厢漏水 是因为有三个车站 我们发现三个车站的屋顶的排水管 它是刚好就是排在轨道上面 那正对着电链车的一个 新鲜空气的一个吸入口 那这大样的雨水灌进去 使这个电链车的水会渗到车里面 北市府才宣布25号起搭内捷优惠 当天下午车厢竟然漏水 虽然强调不影响行车安全 但是内捷大小状况不断 也让乘客信心打折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